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点我们《启示录》记卷书 里面有很多对于在末后的教会的一些鼓励 主我们在《启示录》的内容里面 看到你总是不断地向我们强调 无论我们面对的环境是怎样的 无论我们在打怎样的树林战争 你都自己坐着为王 你都掌管历史 耶稣记录你是得胜的羔羊 所以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得胜的仗 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写给七尊教会的信息 再一次让我们有自我反省的机会 看到我们自己教会 我们自己在信仰上有哪一些缺失的地方 求你去鼓励我们 责备我们 劝勉我们 我们愿意今天的灵运行在每个人心中 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 我们的学习都是可以得到益处的 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今天我们所看的内容呢 其实那个挑战性蛮大的 因为它是涵盖了两章的内容 其实是第二章第三章 那其实这七尊教会的信息 如果说要细细的去讲的话 可以分成七个讲道去讲道都可以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或者多一点 我们尽量把七个教会的 大概的信息 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就是不会太过仔细 但我也想尽量的 能够cover多一点就多一点 就让你知道当时那七尊教会的那个状况 所以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 但是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看 这个七尊教会 它的状况 首先我们看看那个地图 请问约翰在哪里 这里是不是 巴摩岛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写信 然后呢 七尊教会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看到它是一个圆圈 顺时针的 今天我们七尊教会的信息是从 以弗所开始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路线呢 可能是根据当时通商道路的次序 当时的商人 他们就是这样子跑一圈 当时的邮差 可能也是这样子跑一圈 所以当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 他那个使者 那个邮差 他可以带着这七封的书信 这样子跑一圈 所有教会都可以看到这七封的书信 是这么一个次序 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不一定知道 我就提一提了 这个菲拉帖菲跟我们费城的英文是同一个名字 我们菲拉帖菲就是他 从这里拿出来的这个名字 所以这七个教会是在宝摩岛的对面 小西亚 小亚西亚的那个地方 七个顺时针的七个教会 这七封的书信 它有一些共同的目的 我们看到在里面 约翰有很多 耶稣基督有很多的鼓励 有很多的责备 有劝戒 也有允许给他们 共同的地方 都是叫这七个教会 要求他们要忠心 要忍耐 要等候 因为他们都是在面对很多的试探 面对很多的迫害 这个是共同的呼召 要做基督的教会 你要在这个世上忍耐等候 那么这七个教会 跟我们普世教会 跟现在的教会 有没有关系 是单单给他们针对的信息 还是说这个信息 也是对我们来说 是有同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七个教会里面 那个书信里面 每一次它都会提到一个 关于耶稣基督的形象 在它的形式 比如说这里 基督的特征 每一封书信都会说 那怎么怎么怎么的说 举个例子 我们看预复所述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 这个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形容 其实每一封书信 它都有这样一个特征的描写 而这些特征的描写 其实都是出自哪里呢 大部分都是出自 启示录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都是在这里取出来的 那启示录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那个是给所有教会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让我们知道 它重复了给普世教会的 一个基督的形象 的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七封书信 虽然是有针对的教会 但其实也是有一个普世的应用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七这个数字 相信到了今天这一刻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七是象征着完整 特意选这个数字 就可以它代表所有的教会 那另外在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 你会经常听到有一句话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每一封书信都是圣灵 写给一个教会还是众教会 众教会 你就看到它有一个普世信 这七封书信 它有它特殊的地方 针对某一个教会当下的一个状况 但是它也是普遍的 给所有教会给众教会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七封教会的书信 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状况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来 评估我们自己的灵命 我们的属灵人的状况 所以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好像我们开始进入这七封的书信 首先我们留意到七封书信 它有一个基本的形式 几乎你都看到类似的格式 那个次序 首先它会有一个 有一句话 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那什么什么的基督 他是说了什么话 然后基督在他的话语里面 基督会说 我知道你的状况 你当下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接下来基督会指出教会的优点 指出他们的问题 针对他们的优点 可能会有鼓励有安慰 针对他们的问题 他就有责备 你会看到基督说 你要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有一些这样的句子出现 到最后基督会奖励 给那些得胜的 他有一个应许给你 有一个奖励给你 然后每一次 每一封书信都有一句话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我耳听的就应当听 基本上这个基本的形式 是出现在每一封书信 只不过有时候 六跟七可能是调转 可能是先有七再有六 有时候四跟五可能是连在一起 不一定分得很清楚 但是基本的形式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读每一封书信的时候 就可以找里面的这些的元素 看看他那封书信是 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先来第一个解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七封的书信是 写给教会的使者 那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这些使者他是谁 大家认为这些使者是谁 是天使呢 还是说是人呢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当你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 你觉得说他是人还是天使 你要写信给以福所教会的使者 这个你是谁 约翰 这个你是约翰 约翰你要写给以福所教会的使者 然后对他说 耶稣基督怎么说 下面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那那个使者 你这样子第一印象 你觉得是人还是天使 人 教会的人 是 原因是什么 后面说你们的行为 天使他还会看出 是 那这个是写给教会的使者 然后他会告诉那个使者说 耶稣基督他说了这些话 那当然这个是给 这个你 当然是指那个教会 所以这个使者是代表这个教会 来接那一封信 那他是人还是天使呢 基本上在这里 我们找不到一个 百分之百确定的答案 在解经家 他在历史上 都有两种的看法 就算在改革中里面 也有人认为是 他是人 有人认为是 他是 那个天使 比如说 John Frame 他就会说 这里的使者 应该是指人 他就说 约翰 写信给 以福所的 一个使者 他是一个人 然后把这封书信 就是传递给教会 但是我们的这本书的作者 普教授 你看他那本书 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使者应该是天使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上面 那七星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如果在上面这里的使者 是天使的话 那么在下面 教会的使者 也应该是天使 那普教授认为 他这里应该是指天使 其实使者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就是Anglos 就是我们今天英文 就是Angel 他可以是指人 可以是指使者 只是一个信使的角色 角色 他将一个人的话 传达出去 根据普教授的说法 他应该是天使 那如果是天使的话 约翰写信给教会的天使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他说那是让我们看到 可能类似 大尼里书第十章到十一章 所看到的一个画面 就是天上的使者 跟地上的某个国家 可能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联系在里面 所以同样的 很可能天上的某个使者 也跟地上的某个教会 有一种特定的一个连接 这个连接不能够太过 就是说得太清楚 它是怎样的连接 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 大概的意思就是 天上跟地上是呼应的 什么意思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所发生的事情 在天上会有 呼应的属灵的战争 在发生 那个就在大尼里书 当他祷告的时候 可能李嘉乐 他就要过来做一些事情 然后遇到了波斯的魔军 去跟他打仗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祷告 我们的传福音 可能在天上 会有相应的属灵战争发生 这是约翰给我们 想要表达的 可能一个信息在里面 所以使者我们 这一堂课 我们所取的那个意思 我们就当他是天上的使者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封书信 第一封书信是写给 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书信 我给他起了个题目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信仰纯正 但是爱心冷淡的教会 希望这一句话可以总结 下面的这封信的一个内容 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 帮我们读一读 以弗所书的书信 二章一到七节 我就点名了好吗 这样可以省一点时间 文良弟兄嘛 可以帮我们读一读吗 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 不是 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不是看以弗所书 好的好的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 冷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了 你也能冷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是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你 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白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 谢谢我们来的弟兄 好 谢谢 这是写给以福所教会的信 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在这里 他有什么特征 经文说他肉手拿着七星 还记得七星是代表什么吗 七个教会 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七个教会的死者 是 七星是七个教会的死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基督 他是 死者就是他那个信息 通过死者传给教会的 通过描述他右手拿着七星 七个死者 我们可以说他表达的意思是 他绝对掌控着 他要所发出的信息 就好像他就是发信的人 他就是赐下圣旨的人 有一个君王的身份 他掌管着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另外七星 原来他有一个背景在里面 当时在多米田 多米田是一个罗马皇帝 在以福所的一个神庙上 找到了多米田的像在里面 换句话说这个多米田 他已经被封神了 才会放在一个神庙里面 那另外当时 找到一些多米田 儿子的钱币上 在他的钱币上 儿子的头像里面 的上面 握着七颗星星 握着七星 也就是说 连他儿子也是被封神了 通过说耶稣基督 他右手拿着七星 可能约翰其中一个意思 就是在说 谁才是真正的神 是罗马的君王 多米田 多米田的儿子 还是我们所敬拜的 耶稣基督 约翰就说 我们的耶稣基督 才是手拿着七星 他才是真正的那个神 这个拿着七星的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 行走 现在就来问 那金灯台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 金灯台就是教会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 你可以想象 七个灯台 七个金灯台 那个画面 然后主耶稣基督 他在中间行走 他高高的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 所有的 事情 所以每一个教会 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看到 另外 他只是行在 金灯台中间 也是意味着 只有教会 只有选民 才经历到 基督的同在 可能这里 也有一个背景 原来 以弗所 所敬拜的一个假神 叫做 雅迪米 他的神庙 在以弗所 是比 以弗所的 万神庙 还要大的 是他们 敬拜 最厉害的 那位女神 这位女神 她每年 她的像 都会放在 马车里面 游行 跟群众 一起游行 那现在 基督在 金灯台中 行走的画面 可能就跟 他的画面 形成一个对比 也是一个 Polamment的 一个动作 Polamment的意思 就是说 当时的作者 会用当时的 文化的 一些象征的 一些大家都 明白的画面 但是 他会告诉你说 你那个是假的 基督才是真的 可能在 金灯台中 行走的 也有 Polamment的 意思在里面 这个是 基督的特征 然后基督 他有什么了解呢 他说 我知道 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 你不能 容忍二人 你也曾 试验 那自称为 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 他们是 假的来 你也能 忍耐 曾为我的 明劳苦 并不 罚卷 你看到 几乎都是 正面的 而且是用了 多少经文 两节经文 很长 都是几乎 都是正面的 他知道 以福所的 那个处境 首先他明白 以福所所面对的 困难 当时的教会 面对着 偏离的教义 有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 教导 出来了 但是以福所 他是 极力的维固 他 站立的很稳定 而且 你看他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利尔城 试验 那自称为 使徒 却不是 使徒的 这种姊妹 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如果 有一个明目 有一个 自称为 使徒 有人在教会 出现 大家一听到 他的名号 可能就已经 非常的 紧张 他 用这样的一个 自称的一个权柄 谁敢不听 他的话 但是以福所是 非常的勇敢的 他有智慧 有分辨能力 会分辨出 他是假 甚至将他们 那些错误的教导 全部都将他 赶出去 所以这里 我们看到 他其实是 做得非常好的 以福所教会 基督说 知道他们是 劳碌 忍耐 并不罚倦 在神的事工上面 在服事里面 当你有很多事情 服事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 疲惫 很容易会 劳累 但是以福所 他们是非常的 忍耐的 再多的 事工 心情 再多的需要 他们都会去做 并没有感到 这就是一个 非常热心的 为真道 去辩护 辩论的一个教会 非常看重神的 真理的一个教会 他还有一些优点 他恨恶 尼哥拉 伊党人的行为 这个尼哥拉 伊党 基本上 在 启示录以外 你是找不到 关于他们的信息 所以只是通过 切封 书信 我们大概知道 他是一个异端 在后面 另外一封书信 我们看到 他可能是跟 巴兰 和也许别的教导 是非常类似的 这个尼哥拉伊党 他的名字 有意思在里面 是征服人的意思 就是他们可以 战胜你 胜过你 这是尼哥拉 这个名字 其中的一种意思 在里面 以福所的好处 他的优点是 他恨恶 尼哥拉伊党的人 他做了正确的事情 所以上面我们看到 他一直都 蛮不错的 教会 就是基督给他的赞赏 也是很多的 但是忽然 耶稣基督 他却做了一个转折 一个批评 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 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虽然这些都很值得赞赏 你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你却做了一件 需要我责备你的事情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 我们经常会容易犯一个错误 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爱心 或者我们将爱这个字理解错误了 以福所是非常的痛恨邪恶 他有非常纯正的教义 但是却不一定代表 他是爱神跟爱人 你可以追求 很多道德主义 很多律法主义 你可以追求你的神学非常的正统 你可以在这个争辩上非常的努力 但是有可能 你这样做的同时 你是没有再爱神 也没有再爱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现在可能会再来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试探发生 耶稣基督怎么警告他们呢 你要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换句话说 你要想起你原来所在的地方 你本身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 只有痛恨邪恶 就恨的一个教会在里面 你要悔改 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 如果你不悔改的话 结果就很严重 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 可能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 以福所成 他曾经因为河流的淤塞 而被挪移到别的地方 整个城被挪移到别的地方 所以他们很明白 什么叫被挪走 灯台有一个动处 就是他要发光 他要反映出基督的荣耀 然而耶稣基督说 只要你失去了爱心 这个灯台就没有意义 只要你失去了爱心 你就不能够再反映出基督的荣耀 接下来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奖励 给他们的一个鼓励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这个乐园指的是哪里 伊甸园 伊甸园 将伊甸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我们都知道那棵树的果子 是给旋转的火箭跟基督伯 所守住那个通道 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里面吃了 但现在 耶稣基督说 得胜 我就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是一个战争的一个用语 如果在后来 我们需要得胜 才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 其实这也间接的反映出 当初在伊甸园 亚当 他也是需要 怎么样才可以吃到 得胜 才可以吃到 亚当需要生过士丹 才可以吃到 现在我们借着基督的能力 借着基督已经为我们 所获得的胜利 我们也要需要通过一些试探 通过一些试炼 才可以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 现在是一个战争的用语 得胜 但是请问伊甫所教会的敌人是谁 上面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敌人 他叫做尼格拉 尼格拉他的名字是 征服人的意思 他要胜利 他要胜过基督徒 但是连尼格拉一打 都被以佛所教会打败了 是不是 这个很厉害的异端 都被打败了 到了现在 你就会有一个疑问 那到底尼格拉一打 到底尼格拉一打 如果连尼格拉一打 都给他 赶走了 那到底他的敌人是谁 原来以佛所的敌人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失去了爱心 这个是他最需要面对的一个战争 怎么可以在打属灵战争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爱 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知道 在伊甸园里面的敬拜的次序 神呼召 如果亚当回应 他就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 生命树的果子有一个意义 它是一个爱的言习 爱的言习 将来我们在高阳的婚宴 我们吃的爱的言习 如果你没有爱 你就吃不到爱的言习 爱的言习 讲的是一个关系 我们跟主一起吃 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吃 是一个爱的关系 一个爱的享受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爱心 你就吃不到这个爱的言习 但是如果你得胜 你跟自己斗争 你跟自己里面的问题去对抗 你得胜的话 你可以享受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在最后有一句总结的话 圣灵给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请问刚刚已无所这个教会 说话的人是谁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 请问这个是谁 是不是约翰 是不是约翰 应该是耶稣 是应该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 是耶稣基督 刚刚我们说过了 耶稣基督的那个画面 以不所书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七星 七灯台 你都会看到 右手拿着七星 七灯台 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 这里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 这个是基督 所以是基督在说话 对不对 对 好 那回来下面那个经文 请问是基督在说话 还是圣灵在说话 一样的 是 我们就发现 原来基督说话 就等同于圣灵说话 圣灵说话 就等同于基督说话 换句话说 你要 听耶稣的话 你要认识耶稣 你就要读 圣灵所漠视的圣经 圣经就是基督的话语 圣经就是圣灵的话语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就是三位一体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 圣灵跟基督 是没有区分的 在这个说话的事情上面 圣灵像众教会说话 刚刚我们说过了 是对普世教会说话 凡有耳听的 如果你有英文圣经 你可以看看这个耳 是单数还是负数 凡有耳听的 就应当听 英文圣经应该是用单数 圆文也是单数 它要表达的是 你是要专心的去听 它就用耳 一个单数去表达这个意思 那回来 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应用 以福所教会的书信 对我们 为什么他用单数 不是用松式 你有两个耳朵吗 是我们有两个耳朵 但是他用耳朵 一个单数 就是一个 generic的一个用法 就是一个普遍的用法 比如说 后裔 这个 它是单数 但是这个单数的后裔 它指的是 亚伯罗汉所有的后裔 所以在 当时的用词里面 他都喜欢用一个单数 来表明 它不是指 两个耳朵 而是你专心的 所有人都专心的去听 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他是用单数的一个字 但是他有这样一个 有趣的一个用法 以福所教会的 问题 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反省是 在打鼠灵战争的时候 不要失去爱心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因为当你 总是感觉 世面都是敌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地上什么 有没有在教会里面 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里有事情发生 这边弟兄姊妹 又有关系上的矛盾 那边有人犯罪 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经历一种 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 觉得说我现在要打仗 我现在要警醒 但是当我们这样子紧张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的就是 我们会将那件事情 看得过重 而忘记了那个人 他本身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打鼠灵战争的时候 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错 去指出那些错 但是我们没有顾及到 那个犯错的人 我们到底如何将他提升 将他挽回 打鼠灵战争的时候 很容易将所有人都当作是敌人 我要fight 我要跟他们对抗 以辅佐教会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可能就渐渐的失去了信心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基督明白他们的困难 基督明白他们的挑战 但是基督还是要责备他们 因为没有爱的灯台 是要挪去的 那基督的形象 对我们面对这种困难 有什么鼓励呢 他是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 我们看到基督是掌管一切的 或者说 在我们打鼠灵战争的时候 我们可以记得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个战争 不是我们自己在打 这个战争 是已经胜利的一个战争 当你想到这一点 当你依靠基督去打鼠灵战争的时候 你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以至于你看不到爱 看不到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所以耶稣基督掌管一切的形象 在那里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打仗的时候 面对各种的挑战的时候 可以依靠他 依靠这个已经得胜的基督 这个是 以福所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教会 赦美拿教会 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 贫穷 却又富足的教会 赦美拿教会 我可以请 Sharon帮我们读一读吗 八道十一节 赦美拿教会 你要写信给赦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 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 谢谢Sharon 有时候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括号里面到底读还是不读 是不是 你是富足的 刚刚Sharon她跳过去的 有时候她可能是注解 或约那注解那就不一定读 但其实这一句她不是注解 这是约翰他写的 约翰说他是贫穷的 但他又是富足的 不是我家上去的 是原文有的 所以这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好 我们看这个写给赛美娜的书信 在这里他提到基督的特征是 他是首先的 他也是末后的 他是死过又活的 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些特征呢 我们先来看赛美娜教会的状况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他会强调他自己这个特征 首先基督了解 赛美娜的这个教会的状况 这个教会是七封书信里面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批评的一个教会 甚至你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缺点 另外一个没有怎么批评的 是非拉铁飞 但是非拉铁飞也是有缺点 非拉铁飞力量是不够不足 但是提到赛美娜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他有讲到任何的一个缺点 所以他几乎是一个模范教会 是很像基督的一个教会 他是在忍受在患难 但是他依然的坚守 他忠心到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来看他发生什么事情 基督了解他 有自称是犹太人的人 去毁谤 毁谤他们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 撒旦这两个字 本身就有毁谤者的意思 所以当他提到犹太人的毁谤 然后称他是撒旦一会的 他在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一个双关语 撒旦这个字本身就是毁谤 没有魔鬼的意思在里面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之前我们在前面几章也有提过 当时的罗马政府 是只允许犹太人 他们不用拜罗马皇帝 只允许犹太人 那当基督徒出来之后 有一些犹太人他不信主 他就说基督教 他们不属于我们犹太教 如果基督教不属于犹太教 那么基督教就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拜罗马君王 如果你不拜的话 那罗马君王就会迫害你 罗马政府就会迫害你 所以这些是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告诉罗马政府 基督徒不是属于我们的 跟我们不是同一群人 斯美拿 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就受到了迫害 然而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怎么说 那些不是真的是犹太人 他们是自称为犹太人 其实他们不是 他们是撒旦以后会的 为什么说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 他们从血统上 从宗教上看起来 他都是犹太人 但是耶稣基督说 如果他是真正相信旧约的犹太人 但是他却没有相信旧约所预言的 尼赛亚 所指向的耶稣基督 那么这群犹太人 他就不是真犹太人 真犹太人是真心相信圣经 也必然会相信耶稣基督 这个是耶稣基督想要表达的意思 他们并不是真犹太人 这个是美拿教会 他受到了很多患难 受到了很多贫穷 但是耶稣却说 其实你是富足的 看起来你是很贫穷 其实你是非常富足的 然后耶稣基督给他们有安慰 有鼓励 他们会面对什么试炼呢 他将会被吓在肩里面 看看经文怎么说 留下在肩里面 有几天 你必会受患难十日 下到肩里面 这个试炼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监狱 一般来说 是用来囚禁死刑犯的 基本上你坐牢 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受难 可能要受害 当法官判决了 给了你一个判决定罪之后 可能就马上会送你到别的地方 去做牢役 去流放 或者干嘛的 但是如果将你放在肩里面 那可能你就会像 施行约翰那样子 接下来你就会被砍头 被杀 所以他下在肩里 叫你们被试炼 其实可能是一个 殉道的一个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这个十日的意义 不胜明了 但是一般的捷径家 他就会说 他可能要表达的意思是很短 那个受难不一定很长的时间 那在这个试炼里面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若要 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你要致死忠心 当时 士美拿成 他们是以忠心于罗马帝国 为他们的骄傲 但是现在 耶稣基督叫 士美拿里面的教会 你要忠于我 以我为你们的骄傲 你要忠心致死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就会得到什么奖励呢 奖励是生命的冠冕 这个冠冕 跟当时士美拿成的形状 是相关的 士美拿成出名的地方 就是他看起来 很像是一个冠冕 象征一个冠冕 但是耶稣基督说 我会将生命的冠冕给你 这个生命的冠冕 可能是指 你死的时候 你受难受害 到死的时候 你会得到的一个冠冕 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他们跑步运动会 结束了之后 你获胜的 就给你一个冠冕 所以这个是要你跑完全程 整个比赛结束的时候 才获到的 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奖励 就是当你未真到 忠心致死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 而且还有什么奖励呢 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请问什么是第一次的死 肉体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第一次的死 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间来 分辨什么是第一次 第二次 有些人他是不需要经历 第一次的死 他可能还是要经历第二次的死 这就很奇怪是不是 没有第一次怎么会有第二次 是的 有些人他不一定经历第一次的死 但是他还是要经历第二次的死 因为分辨第一第二 不是按照你个人经验的第一第二 不是说我先有第一次 再有第二次 而是他其实是用一个时间点 作为前后的一个分辨 最终审判之前的死 叫做第一次的死 那个一般是肉体上的 最终审判之后的死 那个是第二次的死 那个是白色宝座 审判之后 我们都复活 接受审判之后 那一次的死亡 叫做第二次的死 换句话说 赤美拿这个教会 如果你忠心的话 你可能会经历第一次的死 你有肉体上的死 但是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你将会得到生命的关联 你将会得到永生 这个是对当时 这个面对迫害的一个教会 很像基督的一个教会 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奖励 关于这个教会的书信 给我们今天的教会 其中一个思考的问题是 什么是富足 富足是指我们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没有任何迫害吗 还是富足是指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生命的关联 虽然不是现在得到 但是我们必定可以得到 另外我们看到一开始 耶稣基督的形象 有形容他是死过又活的 为什么要强调 他这个特征给赤美拿教会 因为他是要让赤美拿教会知道 我是胜过死亡的主 我是掌管生命的主 所以即使你是受破坏到一个地步 你要上掉性命 你也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自己也是死过而又活的 你是我的门徒 你也会死过而又活的 耶稣基督掌管着生命 掌管着死亡 好让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 可以面对这些迫害而不怕死亡 死亡有什么好怕 耶稣基督他死了又活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可能会经历第一次的死 但是我们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所以我们在地上最主要抓住了那个富有 就是我们有基督 就是我们有生命 有永生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富足的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教会 别加魔 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勇敢 但是走偏的一个教会 我可以请夏勤帮我们读一读吗 夏勤还在吗 在 在 好 帮我们读一读十二到十七节第三个教会 别加魔 要写信给别加魔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任刀利剑 我知道你的基所 就是由撒旦作为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巴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解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做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绑角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祭藕线之物 行坚营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应服从了 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的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见那稳长的麻辣 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十三石的心灵 没有人能认识 谢谢夏晴 这个给别加摩的信 我们首先来看基督的特征是怎么样 形容他为有两刃利剑 通常两刃利剑就是说 他可以伤害到某个方面 也可以伤害到另一个方面 我们就称他为两刃利剑 那他到底针对的是哪两方面呢 很可能耶稣基督是在讲 其中第一件事情 他说在他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中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 在你们中间 在撒旦的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这个事情 这个安提帕 可能是在启示录里面 唯一一个有真实姓名的历史人物 可能是唯一一个 他一直坚守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基督的道 就算被撒旦所杀害 他都一直的忠心见证下去 这个是安提帕 可能双刃的利剑 第一个要讲的是 他将会替安提帕平反 这些迫害教会的 迫害圣徒的 撒旦一党的人 将会受到基督的利剑的一个报酬 一个平反 这可能是其中一任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另外两任战的另外一任呢 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当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我就会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另外一任是对着别加摩教会的 他们也有些事情做错了 需要悔改 不然的话基督的剑也是对着他们的 那到底这个别加摩教会 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基督了解 安提帕他忠心致死 他在撒旦的座位被杀 撒旦的座位当然就是指 撒旦的轨迹 他的爪牙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这里我们看到有巴兰教导的事情 还有尼哥拉异党人的教训 这个是一个很多诡计 很多阴谋所在的地方 对教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攻击 这是撒旦的座位的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别加摩教会 他是坚守基督的灵 他没有弃绝基督的道 在这些坏人的迫害之下 就算安提帕被杀 整个教会还是坚守得住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一般在一个教会里面 那些教会的敌人 他会找一个出头鸟 找一个教会的领袖 认为说我只要把这个领袖 抓去了 抓去坐牢 把他杀害 可能下面的人就会失散 整个教会就会分裂 就会分散 但是现在安提帕 他忠心致死之后 教会怎么样 教会还是坚守基督的灵 还是没有弃绝基督的道 这个是他们做得很好 非常勇敢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有几件事情 耶稣基督要责备他们 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 关于巴兰的事情 可以在《明书记》22章里面 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我们知道简单的说 巴兰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 也是非常骄傲的人 根据《明书记》22章 其实这里也有简单的一句话总结 这巴兰 成教导巴勒 将半小乘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其实这次发生了这个事情 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 教会的问题 有人服从巴兰 另外呢 也有人服从 尼哥拉伊党 尼哥拉伊党也就是异端 也就是跟巴兰的教导 可能是很类似的一个党派 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警告 如果你们不悔感 他就会快临到他们 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神临到 这个意味着什么事情发生 神临到意味着什么事情发生 意味着审判 也是有惩罚的意思 意味着审判 你想一想 创世纪第一次神临到 是在什么时候 亚当夏娃吃了分辨上面树的果子 躲在那里 忽然园中起了凉风 耶和华来到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哪里 神临到永远都有审判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别加摩教会 他不悔感 耶稣基督说我会临到 我要来审判你们 我要来惩罚你们 怎么样个惩罚呢 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剑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口中发出来的 可能这里其中包含的意思是 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话语 来责备他们 来纠正他们 来将他们的错误的思想 全都打败 当然也包含着 用他的话语去审判他们的意思在里面 或者用他的道来攻击 来审判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悔改呢 如果他们得胜呢 会得到什么奖励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给他一块白石 实在写着心灵 无论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够认识 这个奖励 是什么意思呢 隐藏的玛拿 让我们想起了 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所吃的食物 也让我们想起了 在约会里面 也有藏着一瓶的玛拿在那里 它最直接的属灵 意思是天上属灵的莲食 将会赐给他们 可以吃到 然后有一块白石 送给他们 这块白石 根据当时的一些说法 当时如果一个运动员 他获得一个终身的成就奖 他就会得到一块石头 上面写着SP 表达说 你这一辈子 你在这个运动的事情上面 你非常的有成就 现在这个石头 耶稣基督是白色的 可能象征者是圣洁 几乎在启示录 白色就是有圣洁的意思在里面 写着它的名字 但是这个名字有点特别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这里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首先这个名字是 不是你自己取的 是主给你取的 当一个人可以给你取名的时候 那说明他对你有一个拥有权 你是属于他的 他是你的父亲可以给你取名字 那另外 这个名字 没有其他人能够认识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最重要的 不是成为这个世上最有名的人 不是成为世上 众人都认识的那个人 最宝贵的是 神认识我们 最宝贵的是 他有我的名字 他给我一个名字 他给我一个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得到世人的认同 可能别加魔教会 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 巴兰的营肉 尼哥拉伊党的营肉 都可能去营肉他们 去想要成为一个很出名的 或者是跟上潮流的一个教会 但是基督的奖励是 你只要给我认识 那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教会的经历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什么应用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 使得我们效法 很鼓励我们的一个地方 安提帕的榜样 他是一个 忠心致死的一个人 非常爱主 非常效法基督的榜样 是很像基督的一个基督徒 这个教会的问题 我们看到他跟乙福索是相反的 还记得刚刚乙福索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吗 他们 乙福索是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但是他在对抗 异端 是非常出力 非常成功的 现在这个教会跟乙福索好像有点相反 他是 很勇敢的忍受迫害 很勇敢的面对各种的苦难 但是 他在对抗异端方面 是完全失败 又受了那个巴兰的引诱 可能去拜假神 可能去行仪 又有人服从了迪格拉伊党的教训 所以他们在教义方面是很失败的 刚刚我们读 以福索 可能我们就很有共鸣 对 果然教义不是一切 果然爱很重要 但是今天 现在你看这个别瞎摸 你马上要平衡一下 没错 如果生命很重要 但是千万不能够下一个结论说 那么教义就不重要 那么对抗异端就不重要 两个东西 你必须要平衡 经常有些教会是强调某一种 有些强调生命 有些强调教义 但如果你是这种殉道的教会 你没有在教义上持守 请问你是为什么而殉道 你的勇敢是为什么而勇敢 你是为什么而站立 生命跟教义必须要平衡 必须要坚固 另外我们看到 这里说到的是 有人服从 有人服从 其实并不是整一间教会都服从 是不是 只是部分人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 警告 是给整个教会的 我要责备你 整个教会都要责备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功课 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 部分人有问题 整个教会有责任 你不能说 有些人他 相信异端了 他不是我们的人 赶他走 不是 耶稣基督说 你们教会有人 相信异端 那是你 你们整个教会 都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 我们怎么样可以将肢体 真的看作是肢体 而不是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教义 这个是别加魔教会 给我们的一些应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教会 推亚推拉教会 我可以请乐群 为我们读一读吗 有点多 有时节经文 麻烦你了 可以 你要写信给推拉 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瞳的神子 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 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也喜别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 行这个字我 借银 吃既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 他的银行 看呐 我要叫他 并卧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 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原文是女 儿女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 推呀推哈 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 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 素常所说撒旦 深奥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 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那得胜 我又要把 成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谢谢 推呀推拉教会 我们看到这里 他提到基督的形象 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瞳的神之子 眼目如火焰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他的眼睛可以穿透任何隐秘黑暗的事情 你有什么罪 想要隐藏 耶稣基督 他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照亮 他的脚好像光明瞳 意思是说 他是可以将敌人 踹在脚下 这在 以赛亚说六十三三节 也表明 他站立的 那个脚 是又坚定 又公义的 所以这是基督的一个特征 另外提到 他是神之子 强调了他的身份 我们看看 推亚推拉教会 耶稣基督说 我知道 你的行为 你的爱心 你的信心 你的忍耐 基本上这里提到的 都是正面的 都是很好的东西 而且很多很好的东西 又知道 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你后面又行很多善事 比起初的 所行的更多 从这里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 推亚推拉教会 它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它是一直在成长 但是它容忍 错误 它 爱心信心 勤劳忍耐 不断地行善 不断地成长 它的问题是 它容忍错误 容忍什么呢 有一个女人 叫做 耶洗别 这个是从 旧约里面 一个角色的名字 将她拿出来 可能是因为 这个 所谓的 自称为先知的 耶洗别 跟旧约的那个 耶洗别 所做的事情 很相似 所以就用了 她的名字 她自称为先知 换句话说 她本身 是不是先知 暗示了 她不是先知 是一个假先知 她是在讲一些 撒旦 深奥之理 非常深奥的理由 但是 耶洗别 做的事情是 引入人犯罪 耶洗别 教导我的仆人 引入他们 行奸鱼 吃 寄偶像 食物 所以你看到 她的伎俩 她是怎么 引入人犯罪 通过说道理 来引入你犯罪 这个 就非常的 高明的一个手段 引入你犯罪 通常人都是 用你的 欲望 你的情感 你饿了 给个好东西 你吃 或者跟你说 那个很漂亮 跟你说 那个钱很好 通过一些 感官上的 方式 来引入你 但是这个 耶洗别 她不简单 她通过 说道理 来引入你犯罪 发生什么事情 她荣耀 这个教会 在耶洗别的 教导之下 她们荣耀 一些不道德的 事情发生 比如说 她们行奸鱼 包括身体上 属灵上的 她们吃 祭偶像之物 这里我们可以 做一点的推测 可能耶洗别的教导 是这样子的 她会告诉你说 耶稣基督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东西 所以 祭过偶像的东西 你可不可以吃 可能耶洗别就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吃 你可以吃 用这样的说道理 用你去吃 祭偶像之物 那或许 耶洗别会告诉你说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灵性 而不是你的身体 所以你身体上 泛尖淫 性是很自然的 很正常的 它会通过一些哲学 一些道理 像我们今天 所面对的状况 一个性开放的社会 会有很多道理 告诉你说 这是合理的 这是可以做的 通过说道理 来引用你犯罪 为什么这样的教导 会在教会里面 会受欢迎呢 因为这样的教导 可以让教会的信徒 轻易的融入 异教的社交活动 或者说 今天你信主了 我可不可以去夜总会 可能有人就说 用圣经来跟你说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那你就觉得 这种教导 听起来蛮不错的 我可以信主 的同时 不需要改变 我可以信主的同时 继续的去庙里拜拜 因为反正 我可以吃偶像的东西 反正这个是假神 我可以去教会的同时 我不切割 一切的 异教的活动 所以这类教导 是很受欢迎的 可能耶稣别就是用 说道理的方法 让他们 走向了这个企图 耶稣别还有一个问题 他是不肯悔改 他还会坚持说 我的教导是对的 我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当时的教会 这个 推亚推拉教会 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就选择了容忍 容让这些事情发生 基督给他们有什么警告呢 首先是警告耶稣别 他将会遭受 病磨在床的患难 当然这个也是 说明他会衰残 他可能会死亡 另外 如果你是 耶稣别的儿女 你始终跟从他的道路 你始终跟他一模一样 那么基督会 夺你的性命 不放过你 上面那个警告还没说完 不悔改的人 也要同受患难 基本上你不悔改 你就代表你是他的儿女 差不多同样的意思 所以基督说 他会将这一类人 将他除去 将他抹去 然后基督还有一个警告 他是查看肺腑心肠的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那样子 可以看穿的 或者说 你不可以假装悔改 你要真心悔改 你不悔改 基督可以看穿你 知道你还是喜欢 耶稣别的教导 还是喜欢 去饭奸银 去吃 寄偶像的东西 还是喜欢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风俗 那么 他也会看到 他也会来惩罚你 他对教会的鼓励 当中 你们还有一些人 是没有 从耶稣别的 那些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 持守 你们已经有了 你们已经有的真道 一定要持守下去 不要随便的 就跟着潮流 跟着大众 而去做那些拜偶像的事情 那如果你持守 你得胜 会有什么奖励 那得胜 又遵守命令到底的 赐给他权柄 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 狭管他们 将他们 如同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其实这一句话 是从诗篇 二篇九节 拿出来的 这个是给 弥赛亚的 但是现在 给弥赛亚的权柄 给了教会 所以耶稣说 像我从我 父领受的权柄一般 父将权柄 给了弥赛亚 他可以 侠管列国 弥赛亚再将 他的权柄 给教会 让教会可以 侠管列国 你看到教会 所继承的 是更 卓越的特权 为什么 要强到这个东西 因为 你要么就继承 耶稣基督给你的特权 你要么就继承什么 耶稣别的教导 耶稣别的儿女 还是耶稣基督的儿女 两种儿女 两种继承 如果你做耶稣别的儿女 你好像很受欢迎 你好像可以融入 异教的社交活动 你好像可以参与 很多 很有基督徒 其他基督徒 没有的特权 你都有 你可以参加各种的 社会活动 异教 异教活动 好像你很有特权 但是教会 但是基督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特权 协管万国 才是真正的特权 而这个是 你做基督的儿女 才有领受的特权 你要持守你已经有的 命令 你要坚守到底 另外基督还有一个奖励 他要将诚心赐给他 根据启示录22章16节 原来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个诚心 所以耶稣基督是说 我就将我自己赐给你 有什么意思呢 你会得到一个 新时代的来临 诚心意味着 光明要来了 光明要征服 所有的黑暗 而你会领受 这个新时代 因为你持守到底 这个是基督 给你的一个奖励 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状况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什么提醒呢 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 很成长的教会 有很多爱心耐心 勤劳忍耐 但是 第一个警醒的地方是 不要让爱心成为罪恶的温床 不要让爱心成为罪恶的温床 很可能当异端出现的时候 最高举爱心 最有爱心的人 是最容易选择说 我们要宽容 我们要开放 我们不要随便论断 我们不要随便批评 但是这样的 所谓的爱心 它会成为罪恶的温床 会让耶洗别越来越做大 会让错误的教导越来越发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提醒 就是 容忍异端 不是真宽容 真爱里面 是有一些 不能够接受的东西 爱是什么 爱是 不喜欢什么 不义 只喜欢 真理 所以这才是真爱 真爱不是说 我包容一切 我包容耶洗别 我包容巴兰 包容 尼哥拉伊党 这个不是真爱 第三个教导 异端的教导受欢迎 是有原因的 这个 耶洗别他的教导 大家很喜欢 因为符合市场的口味 满足大家的欲望 可以让我们 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轻轻松松的 就追求基督 你看今天的 所有的异端的教导 不管是成功神学 极端灵恩派 他们受欢迎 必定有原因的 必定有一些 你喜欢听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不要说 那个教会很多人去参加 受欢迎 它必定是很棒的教会 不一定的 往往就是异端才受欢迎 往往就是正统才不受欢迎 你看那越多的人 你就越小心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提醒的地方 第四个 教会成见 是必须的 为什么耶洗别会 做变成了假先知 坐在那里教导其他人 因为从他一开始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教会就没有成见他 当然也是因为可能他是 我们是有爱心的教会 我们不成见 但其实爱心同成见 是没有冲突的 真正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他必定会成见 他的孩子 就像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一样 所以这个是 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 跟我们的一些反省 我们来看第五个教会 沙迪教会 这个教会是好像活着 却又是死的教会 我可以请吴将老为我们读一读吗 三章一节到六节 三章一节 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 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沙迪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佩德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谢谢五张老 这个给沙迪的教会 我们看到它是 好像活着 却又是死的教会 通过这样的题目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基督强调它的特征是 它是有神的七灵 还有七星的 还记得什么是七灵吗 七灵是不是只有七个灵 七灵是指圣灵 七星是指七个使者 说它是有神的七灵 它有圣灵 其中一个意思是说 它可以赐下复兴的生命 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 圣灵是重生的 它拥有七灵 它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已经是死了的教会 还有恢复的一个机会 说它是有七星 那是它有 掌管着七个使者 掌管着代表教会的七个使者 所以它是可以随时审判教会 这是基督的一个特征 它说这个沙迪教会 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换句话说 它是明存死亡 它已经是死了 它基本上是没有成长 我们读这一篇的 这封的书信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几乎找不到撒旦在里面 因为连撒旦也不来 逼迫这个教会 没有关于撒旦给他们的任何的逼迫 或者是错误的教导 换句话说 这个教会不值得撒旦去逼迫 它已经到了一个 这么一个快要死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是死的 对于这样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吩咐 你只要兼顾 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好 看起来这个教会 重新复兴的机会可能不大 它还会慢慢的衰微下去 真的是一个没落快要貂蝉的一个教会了 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吩咐就是 你只要兼顾 那剩下的就好 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优点 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而基督对这个杀敌的警告是 你们要警醒 警醒对应的就是你不要渐渐的就睡着了 不要慢慢的就自然的死去了 你要警醒 另外你需要的是复兴 怎么可以帮助你复兴呢 你要回想 过去你怎么是信主的 你要遵守神的教导 你要悔改 这个掌握着欺凌的主 如果你愿意悔改 他可以复兴你 但是如果你不警醒 基督他就会好像贼一样忽然的临到 当贼来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他是偷偷摸摸的忽然就来 那是因为曾经沙迪城 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看起来非常的坚固 但却曾经很意外的沦陷了 好像基督 如贼降临 就是那个沙迪城他忽然 淪陷了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教会也可能忽然就没了 然而这个教会还是有一点优点的 他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 衣服的 还有几个不多 让我们看到原来在不管多么貂蝉 多么没有希望的教会 也可能还有几名忠心爱主的人 他们是在持守着信仰 他们是圣鱼之名 他们是圣下的种子 那这几名未曾污秽衣服的 在教会里面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榜样 就成为了对他们的一个激励 耶稣基督用这几个人作为榜样 跟教会说 你看到你们教会 其实还有人是爱主的 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地图给他们的奖励 他们要穿着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的 凡得胜的必穿白衣 也是在用白色来象征着圣洁 而且他们得到的生命 不会失去 不会从生命车上吐磨他们的脸 另外还要在父面前 在我父众使者面前 都认他的名 这是忠心到底的人 会得到的一个奖励 这个沙迪教会的状况 给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什么警醒的地方呢 第一个 没有遭受迫害 不一定是好事 沙迪就是这么一个教会 完全没有撒旦的迫害 但是他就是一个 好像活着 其实是死的教会 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社会里面 一帆风顺 教会教堂非常的漂亮 各样的事情都很顺利 我们每天回来 就是吃喝玩乐 我们就是去shopping 就是去picnic 享受party 没有任何的迫害 教会生活非常的快乐 通过对沙迪教会的借鉴 我们首先第一个明白 可能这不是好事 可能里面发生了问题 为什么撒旦完全没有来 跟我们打仗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就 已经完全在他的控制下面了 这是第一个 一个警告 第一个学习的地方 第二个警告就是 不要在安逸中 污秽了自己的衣服 上面说到 他们所穿的衣服是污秽的 只有警铃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 换句话说 沙迪教会 你在安逸当中 其实你是在不断的犯罪 你已经犯罪犯惯了一个地步 你不觉得自己在犯罪 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属灵的分辨能力 你对罪完全免疫 没有任何的对抗能力 所以安逸的教会 很容易完全的 逐步逐步的 就消灭亡了 就变成了一个 完全的污秽的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通过对撒迪的 一个学习 我们可以要警醒的 两个地方 第六个教会 非拉铁非 这也是另外一个 几乎没有什么批评的一个教会 好 我来读吧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开 关了就没有人能关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那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 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柔而听的 就应当听 贝拉提阿贝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软弱 却又强壮的一个教会 这里形容到基督的特征 那圣洁的 圣洁不仅是指他自己是圣洁的 他也使他的子民分别为圣 成为圣洁的 他是真实的 真实这个字其实就是阿们 他是阿们那个神 那意思是说 他不是亚细亚那些虚假的 罗马神 希腊神 他是真实的神 他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人能关 关了就没人能开 大卫的钥匙应该是对应 一章十八写所说的 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为什么说大卫呢 可能也让我们知道 他其实是旧约所预言的 大卫的后裔 他是弥赛养 天国的钥匙 就是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所以谁能够进入 谁不能够进入 那个是在他手中掌握着 在基督的手中 基督明白 菲拉提阿菲教会的软弱之处 他说这个教会是 略有一点力量 这个中文的表达 可能不太看得清楚 意思是说 他只有一点力量 这是他的软弱之处 所以你可以想象 菲拉提阿菲 只有一点力量的一个教会 他所身处试炼当中 他会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 他会害怕试炼 但是菲拉提阿菲 依然做得很好 他始终是在遵守 基督的话语 也没有弃绝 他的名 一个软弱的教会 面对很大的迫害 他依然在遵守神的名 遵守神的话 耶稣基督给他们的鼓励是 他把门敞开了 没有人能关 这个门指的是 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自由 菲拉提阿菲 我给你开了一扇门 你可以随时自由地来到神面前 再也没有人 可以把这个门关上 另外 他会使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 来下拜 要使这些敌人知道 他爱菲拉提阿菲教会 所以他要让敌人也沉浮在他的脚下 下拜 以此来证明 他是 他是爱护菲拉提阿菲的 他是保护菲拉提阿菲的 他是爱护他的子民的 通过这样一个对抗 将我们提升 将我们提高 他对菲拉提阿菲的鼓励是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虽然你现在的力量很小 你可能只有那么一点力量 但是你只要做的就是持守 这样子就够了 他对菲拉提阿菲 有什么奖励呢 你既遵守我忍耐得到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普天下人 其实将要受到试炼 然而他对菲拉提阿菲的 讲述是 你可以免去你的试炼 为什么这样子 上面是美拿 他是试炼是美拿 但在这里他却免去了 菲拉提阿菲的试炼 原因是什么 我们回去看看 世美拿教会 第二个教会 你这样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 要让你们 在下道间里面 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 你要 自死忠心 所以对 世美拿的鼓励好像是 你要面对试炼 试炼 患难 你要忍耐到底 但是对菲拉提阿菲 却好像有点不同 对菲拉提阿菲的 所说的 或是 我必在普天上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区别 不同的待遇 是不是耶稣基督他 偏奈费城 我想原因是因为 耶稣基督 他会按照每个人 每个教会不同的情况 给予不同程度的试炼 对于世美拿来说 他们是比较 强的 比较坚定的 耶稣就说 你要忍受试炼 继续的忠心致死 但是对于菲拉提阿菲 他是比较软弱的 他略有一点力量 那神 耶稣基督就会 应许他说 他会免去他的试炼 换句话说 神不会让我们 所受到的试炼 是超过我们 所能够受到的 他按照我们的状况 我比较准弱的 他可能就比较 少一点试炼 你比较强大的 比较有信心的 他可能就给你 多一点试炼 他是 针对不同人的状况 给出不同的允许 这就是为什么菲拉提阿菲教会 可以免去 这个试炼的一个原因 如果他得胜 他会在神的殿中 做柱子 柱子是建筑物里面 不可或缺的部分 换句话说 你在神的殿中 总有你的位置 你在里面有 有你的份 他必不再 从那里出去 另外 他又将神的名 神的城的名 并且 我的姓名 都写在他的上面 作为神的新子民 我们会有一个记号 告诉世人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也属于新耶路撒尔 这个城 我们是里面的子民 收到了这个 这个记号 有什么作用呢 启示录九章四节 原来记号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受到神的保护 这是为什么 非拉铁非这个软弱的教会 可以免受失恋的原因 九章四节这样子说 并且吩咐他们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的青木 并以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 而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换句话说 有神印记的人 就不得伤害 换句话说 神的印记 意味着受到神的保护 非拉铁非 得胜的话 他就会得到这个印记 神会保守他 在这个试炼里面 不会被灭亡 那么看着 非拉铁非教会 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呢 我可以提出 几点的应用 第一点是 我们虽然忍弱 但是我们可以像 非拉铁非那样子 靠主而强壮 神会保守我们 他会给我们 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 我们所能够面对的试炼 所以不用怕说 主你给我的试炼太大了 我必定不能承受 不会的 神会有他的分寸 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 他就给你多少 在软弱当中 凭着信心 靠他强壮地 面对这些的试炼 第二个应用 我们可以避免 两种的极端 从赛美拿跟 非拉铁非 我们看到 有两种的极端 我们需要避免 第一种是认为 教会是不需要受苦 刚刚 撒敌教会就没有受苦 没有受苦的教会 在安逸当中 他会误会 他会犯罪 他会容易跟着异端走 或者连撒旦都对他没兴趣 所以第一种要避免的 错误极端 就是认为教会不需要受苦 成功神学 特别喜欢这一类的教导 他会跟你说 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耶稣已经替你受了一切的苦难 所以当你信主之后 你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成功 就是福气 就是幸福 你不需要受苦 这一类的教导 是错误的 异端的教导 第二类教导 我们也不要以为 越受苦 就越属灵 贝拉铁非教会就是一个例子 神会按照他的状况 给他适当的试炼 适当的苦难 如果越受苦 就越属灵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属灵 但其实 spiritual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 我们是要表达 越受苦 就越虔诚 越爱主 越高级一点 但通过对贝拉铁非的 这个教会的学习 我们知道不是的 苦难本身 不是一件好事情 神 会用他来 成就一些好事情 但他也会看 你个人的状况 你教会的状况 所以这是其中 一点的一个 今天的应用 就我们来看 第七个教会 也是今天要看的 最后一个教会 老底家教会 是富足 而却又贫穷的教会 还记得上面 哪个教会是贫穷 却又富足吗 哪个教会 哪个教会是贫穷 而又富足 是美拿 是美拿 是贫穷 又富足的 但是 老底家是 看起来富足 但其实是 贫穷的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 有钱的一个教会 你要写信给 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们的 为诚实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 你那是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 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 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 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就与他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不要吃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我的 就应当听 老底下教会是一个富足 却又贫穷的教会 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特征 他是纳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说明阿们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实实在在的那个字 就是阿们那个字 称为阿们 意思是说 他是真理 他会暴露真相 他会将真实显露出来 另外他是 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在万物创造之上为元首的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 他也是创造的 其中一个角色 如果你今天要得到更新 你要靠着 这个为元首的 靠着他 才可以得到更新 这个在第十八节 说到的一些事情 我们待会儿会看到 首先来看这个老底下教会 基督对他的了解是 他也不冷 也不热 巴不得他 或冷或热 小心 这里有一个经常 我们直接按字面的理解 有人可能会以为说 那我要么就 干脆不爱主 或者很爱主 也总比 有点爱有点不爱 要好 那其实 干脆不爱主 也没有比温水好多少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要以为 基督是要我们走两个极端 你要么就很爱主 要么就很不爱主 不要在中间 那其实很不爱主 跟在中间都不是好的 那到底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 极端分开的两极 而是冷水跟热水 在当时的城市里面 都有它的用处 所以你或冷或热 意思是说 你或者有这个用处 或者有那个用处 但是如果你不冷不热 你就完全没有用处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不是鼓励大家 你干脆不爱主 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到底 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城 是怎么一个状况呢 原来它的供应水 是透过管子 从远处运输而来的 冷水是让人想到什么 它隔壁有一个城市 叫做哥罗西 哥罗西它有冰凉的高山溪水 可以让人喝的时候 感觉很清爽 很精神爽利的一个作用 它隔壁有一个城叫做 西拉波 它西拉波利 它那里有温泉 温泉热水的作用 是可以医治生病的人 老底家的那个供应水 透过管子 从软处运输而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种 它本来是热水 但是运到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种 不热的温泉水 它不热 所以它没有功效 但因为它是温泉水 所以它不能饮用 所以不冷不热的 老底家的水 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没有功效的水 它要么是冷水也好 可以清凉解渴 要么是热水也好 可以治病 但它通过这样的运输之后 没有功效 也不能饮用 那这样的水 唯一的作用是干嘛呢 既如温水 就必从口中吐出去 根本是没有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惊讶的 形容老底家教会的 耶稣基督含在口里面 他都觉得这个是很恶心的东西 他要吐出去 类似的比喻 我们很熟悉的是在马太福音 盐失去了味道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没用 没用就怎么样 丢在哪里 丢在路上 给人嵌塌就好了 因为盐就应该有用 你应该是温泉水 你就应该热 你就应该可以治病 那如果没有病 没有作用 又没有饮用 完全没有意义 那就丢出去 那就吐出去 这个老底家教会 发生什么事情呢 原来他们是自以为富足 其实是贫穷 这个教会是很有钱的 那个城市本身很有钱 曾经老底家教会 因为地震 整个城市就是受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当他要重建 他的城市的时候 他对罗马政府说 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我们自己城市就有钱 可以自己来重建 所以他是一个自以为富足 依靠自己很刚愿自用的一个城市 而里面的教会可能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他们很骄傲 但是却没有用 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基督 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 这是那么一个状况的教会 当一个教会很大 很多人很漂亮 很多钱 很多奉献 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做得到 很多人手 要搞媒体 要搞饭食 要搞活动 都有人参与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会觉得说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不太需要基督 我们都可以有办法 叫很多人来参加教会 叫很多人 叫人数增长 让教会不断地扩展 不断地建讨 这是教会富足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试探 我不太需要基督 基督给他们的警告 我劝你 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老底下教会 自以为自己很富足 但是基督说 我劝你向我买金子 因为只有我所给的金子 才是真正的富足 你手上的那些金子 并不是富足 除非基督给你 不然的话 你没有真正的富足 我要劝你 向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修持 不露出来 老底下原来是盛产 黑羊毛的 这里可能约翰 或者基督 通过一个黑白的对比 要表达的是 我的白衣 才可以让你遮住你的修持 你盛产的黑羊毛 你的那个衣服 并不会让你真的光荣起来 除非基督的衣 基督的白衣给你穿上 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老底下当地的医师工会 他们生产了一种眼药膏 听说可以将眼的视力 将眼睛弄得很好 但是耶稣说 你根本看不见 你的眼药膏 没有办法让你看见 除非我来开你的眼睛 除非我用眼药来擦你的眼睛 不然的话 你不会有属灵的眼光 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耶稣基督说 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这是对老底下教会所说的 老底下教会放弃了基督 但是基督却没有放弃老底下 就像孩子背叛了爸爸 这个浪子跑去了 但是父亲还是在等他回来 还是疼爱他 基督也是这样子 面对老底下 他还是想办法写封信给他 而且还要责备管教他 因为他爱老底下教会 他疼爱他 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应许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去他那里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看到这里 你就感到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基督会在教会门外 耶稣基督是被老底下教会关在门外的 因为我们刚刚上面已经说过了 他觉得自己怎么样 不需要基督 我们教会很富有 我们不需要基督 所以他将基督关在门外 但是耶稣说 我在那里扣门 凡是开门的 我就进去 我们可以一同坐席 因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 不是拥有很多的财富 而是拥有基督他自己 你将真正的富有 把他关在门外 基督可以给你火炼的金子 可以给你白衣 可以给你人药膏 这些都是你自己做不到的 你却将基督关在门外 他要进来跟你一同坐席 坐席有团契相交 有生命的交流 当人跟神一同坐席的时候 人就是得到最大的喜乐 最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那个都是钱财 都是靠自己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那是基督给他应许 需要他的开门给他的 听到的声音是开门的 他就进去给他一同坐席 在这里基督还有一个奖励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基督跟父坐在一起 你可以跟基督坐在一起 你可以跟基督跟父坐在一起 是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地位 得胜的话 他会赐他坐在宝座上 这个是对老底家教会的一个 警告一个劝勉 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看 首先老底家教会的看起来是 样样都不缺 什么都有 你想到的事工可能他都有开展 可能人数 人群什么都有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一种教会 我们都有一个画面 多漂亮 多大 可能过几幅名画 教会 很新 很多科技 样样都不缺 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 你就可 又可怜又贫穷 你就什么都有 依靠自己 其实是贫穷的 可怜 但有了基督 尽管 你很穷 尽管 教会不一定 有很先进的东西 但你有基督 有他跟我们一同坐席 那个就是最宝贵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 老底家教会 的一些问题 给我们一些提醒 今天我们就看了这七个教会 各种的限制 不一定看得很仔细 也不能够讲得很深入 但是就是给大家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念 它是 有什么问题 怎么对应我们今天的处境 七个教会 不是 七个历史上 时间训续的教会 而是它作为一个代表 让我们今天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信徒 都可以借鉴看到自己问题的 七间教会 回复一下他们的 回归一下他们的 问题 首先 以福所教会是 信仰纯正 但是爱心冷淡的教会 赦美拿教会是 虽然贫穷 却其实很富足的教会 一个模范教会 别加魔教会 它很勇敢 面对各种试炼 但是它却走偏了教会 推亚推拉教会 它有属灵上的成长 做很多善事 但它却容忍错误 第五个 撒迪教会 好像活着 却又是死的教会 根本没有生命气息 连撒旦都不管它的一个教会 非拉提尔非 只有一点力量 很软弱 但却可以靠主强壮的一个教会 老底下教会 看起来很富足 其实是很贫穷的教会 因为它连基督都没有了 好 对于今天的 这一课的学习 大家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欢迎大家来问 或者 comment 或者问题都可以 我想问 推亚推拉教会 它说 吃剂偶像之物 那么就是说 照这样讲的话 就是应该说 剂偶像之物的话 是不应该吃的 是不能吃的 那但是在那个 更多前书八章的时候 保罗讲到 关于剂偶像之物的时候 实际上 他的意思 我理解下来 就是说 那个剂过偶像之物 实际上没有什么 特别的意义 那么吃或不吃 都没有关系 若吃的话 让人跌倒就不吃 若是 你吃了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吃的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实际上 那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想这里所说的 那个推亚推拉 或者别加摩教会 他们的吃偶像的祭物 其实是几乎是 拜偶像了 OK 是你根据上线文 它是跟从 耶喜别的教导 引诱他们行间营 吃拜偶像 或者上面 那个别加摩 有讲到巴兰这个事情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吃偶像之物 基本上就是拜偶像 所以不仅 不是说 拜过偶像的 我知道他没事 我可不可以吃 那个是保罗在探讨的问题 但是这里探讨的 他基本上就是拜偶像 OK 很明白 谢谢 问题是在二章十四节 这个巴兰曾教导巴勒 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但是 我记得那个巴勒 是叫巴兰去咒暑以色列 然后巴兰 那耶和华就把祝福的话 祝福的十二支派的话放在巴兰的嘴巴里 是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跟这个 我不大记得 你那个是前面的 后面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巴兰给了巴勒一个轨迹 后来呢 引诱他们去跟 摩押女子犯了奸 对好像 那个是在民书记二十二章 这是为什么到了路德纪 路德是摩押女子 大家就马上想起 以前摩押女子 就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过 就会对他有 一些看法 这里 很多教会都是说 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神说 你若得胜了 就有各种各样的奖励 但若没有得胜的话 就会被挪去 灯台被挪去 然后就 就有 就没有 有的就说他被挪去 如果 但是像那个 那个不冷不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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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呢 如果他没有 如果没有得胜的话 他就得胜了 他就不被从生命树上挪去 如果没有得胜的话 是不是就从 就会从生命树上挪去 他的名 或者他的名 根本就不在生命树上 你说的是哪个教会 应该是第三个吧 在基督的那些 应许的时候 你要小心看的是 他是对整个教会说的 还是对教会里面的 其中几个人说的 有一些教会呢 比如说灯台挪去 那个肯定是指 整个教会 是不是 对 肯定是指整个教会 那就算以福所书里面 还有一些是 很好的 基督徒 但是如果 整个教会 是有这样一个状况 整个教会 还是会挪去 这是 第一类的 那个 惩罚 给整个教会的 但是有一些奖励呢 他不是给 整个教会的 是给其中的 那几个人 比如说 这里是因为 几个人惩罚 你整个教会 推压推拉 刚刚那是 萨迪 萨迪教会 萨迪教会 这里 你还有几名 是未成 不会依附的 那他这里应该就是 专门是对那几个 还没有 别搞的人说 你们持守下去 必不从 宣定车上 护摸他的脸 那当然 你说 那就没有 没有持守下去的人 没有持守下去的人 他们的 他们的 结局是什么样呢 没有持守下去的 他就没有穿白衣 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信徒 那他说 不从生命册上 挪去他的名字 那在什么情况下 会被从生命册上 挪去名字呢 圣经没有说过 会从生命册上 挪去名字的 那个状况 这是我们 从这句话 反推出来的 那他说教会的灯台被挪去 那是不是整个教会的人 就没有得救呢 不是啊 只是 比如说 福音堂 慢慢的 就不见了 但是里面可能 还是有得救的人 这一类的句子 我们 你要做一个反向推论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小心 比如说我对 我的 我的儿子说 只要你一直 孝顺爸爸 爸爸就 一直爱你 但 你不能够从我这句话 反推说 如果你不孝顺爸爸 爸爸就不爱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 如果我儿子他不孝顺 我就不爱他 但是我会跟他说 我可能会跟他说 你只要孝顺爸爸 爸爸一定会爱你 但是 如果他从我这句话 反推另一个 那个不是我的原意了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 凡是得胜的 他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灵 你反推说 那如果他不得胜 是不是涂抹 是不是本来 写了后来就涂抹 那个不是耶稣所说的 那个是我们的推论 他有没有这样的表达 那还要打一个问号 好 谢谢 好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下个礼拜 就会来看 《再临君王》的第九章 大家会 可以有数的话去预训 应该是讲第四章 其实是第四章第五章 好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找到了结束 主 主 当我们看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 我们是 又害怕 又叹气 又感恩 主 你是这样的爱你的教会 当我们在 撒旦的引诱之下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地 就被他的试探 他的诡计 所掳掠 可能就现在最终 但是我看到你又是非常地爱我们 不然的话你不会写信来 劝告我们 写信来责备我们 你责备我们是因为 你所爱的 你必管教 所以我们求你借着 其这个教会的书信 也提醒我们 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 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都反映出我们其中的一些信徒 或者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整体教会可能会有的问题 求你用里面的话 鼓励我们 悔改 吸引我们 去跟随你 让我们 探望将来 得胜的 忍耐到底的 将会得到的那些的奖励 包括冠冕 包括我们不需要承受第二次的死 我们可以与你同在 我们可以得到新的名字 我们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城 我们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 等等等等 非常美好的奖励跟祝福 主我们真的 在你面前再次向你认罪 很多得罪你的地方 但是也感谢你 你爱我们 为我们所有的罪 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可以成为你的子民 感谢你给我们有两个教会 还有其他弟兄姊妹 可以交由一起来学习 在领寻王这一本书 以及《启示录宝贵的话语》 保守我们接下来每个礼拜三的学习 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吃 bolag 谢谢 优优独播口